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在Facebook上贴了一个故事 由于他的专业背景 我相信是真实的故事 话说有一班由关岛准备飞往上海的航机 旅客需要通过異常严格的安全检查才可以上飞机 一对来自中国大陆 衣着刚鲜的年轻夫妇情绪很大 一直不停发牢骚 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类似举手投降的人体透视掃描 又要脱衣衫又要解褲头带 还要银袋等等 不少中国的游客都有一些不爽 但大多数人都明白入乡随族的道理 特别是曾经到过美国的游客已经习以为常 当美国航机的空中小姐 开始整理机舱行李的时候 她将那对法劳苏夫妇的手提行李 移转位置以便腾出空间 可以让其他乘客摆放行李 也让这对夫妇找到发难爆发的机会 他们大声叫让 向空姐说 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为什么要把我的行李横过来放 还用手指在空姐的面前不停指指画画 这位美国的女空姐虽然听不懂她们说什么 她是不难判断 这两位女客一定是对她的工作有意见 于是她用英文解释一轮之后 空姐说 这是她工作的权利 有乘客翻译给这对夫妇听 却变成了火上加油 她们一面大声斥责空姐是欺负中国人 还要空姐将行李按原委放好 并且陪礼道歉 若同样的事情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发生 相信空姐可能真的会向这对夫妇道歉 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的本土航机 又会怎样呢? 这位空中小姐打开了已经关闭的飞机仓门 一位懂得中文的地勤人员登机 与两位乘客沟通 请他们带上行李下飞机 地勤的工作人员说 若果这两位中国旅客不下飞机 飞机就不会起飞 理由是 空姐是因为受到这对夫妇的 无礼恶待 情绪已经受到影响 只要见到这对夫妇 空姐就无法为其他乘客提供正常的服务和工作 此外 这对夫妇的反常行为 也容易成为飞机不安全的因素 女乘客当然不能接受 大叫地说 只不可能 就是打死我又不下飞机 在这个时候 在机仓的走廊里 已经站了五个 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员 架势都挺吓人 原先在旁边帮口的游客 都不敢再出声 警员说 你们已经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条例 必须下飞机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如果不配合 我们将会依法采取强制手段 女乘客见到形势不妙 开始求饶 说他可以向空姐道歉和赔罪 不过就已经太迟了 闹事的这两位旅客 在警员护送下 带上行李 就要离开机仓 接着飞机仓门关上 飞机滑向跑道 然后就起飞 飞机起飞之后 机里面很多人都议论纷纷 亦都开始担心这两位乘客的状况 究竟他们的机票可不可以改签 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他们的家人如果接不到机会如何呢 臭口的是 坐在讲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位女士 是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 他告诉乘客 说这对夫妇的行程是依法被取消 已经不存在改签的机会 处理结束之后 亦都要自己买机票回中国 期间的费用就由自己支付 而且由关岛到上海的直航班机 明天就会被取消 要飞往上海 必须要到马尼拉转机 这种有关安全和人权的事件 他说美国是非常敏感的 轻则罚款 重则拘留 今后更可能会在美国的出入境处留下污点 又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好了 这位无理在飞机上大炒大闹的中国旅客的故事 我就讲完了 是真是假我就不敢包 但是呢 我在列治文的一间大型美国电器店 也都曾经亲眼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发生在早几年前 我在这间电器店排队退货 在我前面有一位菲律宾裔的男子 正在和女的跪桌员理论 就越说越大声 跟着就开始骂人 女跪桌员 就叫这位顾客不用那么大声 和不要骂人 他可以和他退 但是要等有关部门的专人来验收 不过 即使达到目的 这位男顾客 他仍然大声说话和骂人 于是 女跪桌员就说你的态度太差了 他不会再招呼他 并且走开和叫经理来接手 这位顾客继续叫骂 经理来到跪桌 并且和这位男顾客说 说他不礼貌冒犯了他的员工 请这位先生拿回他的机子离开 他们不会帮他退换 亦都不会帮他提供服务 请他立即离开 这位男顾客当然更生气和更怒吵 和不肯走 之后两个保安员来到 先例后兵 男顾客想着保安员都做不到什么 继续吵吵吵吵吵不肯走 接着两位保安员动操 用武力把男顾客制服在地上 打横吵出去 平时去到大门口把他吊出去 这位男顾客连鞋都脱了 坐在大门旁 委屈地流眼泪 以上发生的事是我亲眼见到的 虽然这位顾客的态度恶劣和不断骂人 但是做生意的 人家又不是偷又不是抢 必不需要用武力 这么狠地把人扔出去呢? 不过由于经理和保安 处理快速和有效率 令我相信 这是这间店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 标准招呼方式 在这件事上 或者这两件事上 让我看到西方人对语言暴力的看法 和接受程度 都是和华人很不同的 好像我们从前香港的名嘴 那种大声骂人的方式 从西方角度来看 是一种不被接受的语言暴力 在西方社会 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据理力争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先决条件是 表达要文明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AIR SHOW 叶文直系第三代传人 李扬道师傅 你好 好 我们永春派是一个很大的门派 研字边做个永 但是有很多人都读错我们是读拼的 我们是永春派 我们这个门派 这个字是不拼的 为什么会有教拳 又做戏 做戏 做戏就是我的兴趣 我可以将我 练功夫的心得 放在做戏那里 自从七一年知道李小龙练练穎春拳的时候 我就由那时开始 我就正式拜师 学穎春拳 FIGHT